但是言说的政治或许可以用更趣味的方式来解读 美国在台协会为了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举办有奖侦达 问网友说台美关系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有位网友比喻的很不错 说呢就像多爱梦和大雄之间的感情相当有趣 而AIT的脸书小编也立刻神回复了 他说那谁是胖虎呢 我不好意思说要大雄好好加油 甚至还说请台湾的小夫们不要助纣为虐获得共鸣 台湾关系法40周年 最近美国在台协会AIT在脸书举办有奖征达 要大家说说台美关系对你来说是什么 选出来最有创意的答案 形容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就像多拉A梦和大雄的友情 有趣的是AIT在下面回应 谁是胖虎我不好意思说 大雄自己也要好好加油 最后还说台湾的小夫们不要助纣为虐 完整掌握多拉A梦卡通里面其他角色的个性 AIT小编的神回应引起网友共鸣 有人说满地小夫令我哭 台湾有很多小夫大雄心好累 也有人称赞AIT态度越来越明朗 AIT巧妙利用社群媒体贴近台湾文化 至于谁是喜欢霸凌同学的胖虎 谁是欺善怕恶的小夫 就留给网友来解答 记者张知晴李红杰报导